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Android WS Android WS 这个项目从去年9月29号 正式发布以来 已经接近一年的时间 我们大约每隔两个月都给一些新的功能 发布出来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已经延伸到 从一开始的我们 iOS 也就是我们的iPod iPhone 和iPad 然后接触到现在的Android的平台 然后呢我们陆陆续续又添加了很多 一些新的功能进去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平台的介绍 主码方法 因为我们最知道每一个功能的细节 可能是要花很多时间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需要知道更多的话 也许我们会在接下来的 啊 像这样的再进课程里面 和大家一起分享 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次的 来报告内容 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啊 那可以咱们也许 主要 功能和作用 然后 现在呢 就是 通过 放视频的形式 让大家 呃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看看我们那些主要的功能 然后最后呢 是华语的环节 呃 大家可以订 任何问题都可以 呃 在我们旁边 那个文章栏里面提出来 然后 等我呃 呃 讲课完完毕以后 我会逐一的给大家解答 啊 首先 啊 啊 这方面我们解答的说 它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对啊 我们的啊 啊 也就是费地 给它 延伸到 比如说我们的网络端 还 也延伸到我们的 比如说移动应用端 这样让 费地 能够实现 无情不在 就是任何 任何地点 我们都能够 整方便的使用 推并 费地 就有了 方便倒没有很像一个产品 这样的产品呢 最 主要是这三块 第一块呢 就是 我们的 网络端 我们 不管是 在脑子机 还是在我们的 tendom系统 或者是 tendom系统里 只要我们有 比如 我们就能够 那 键 www tendom系统 直接网络我们的网络 然后可以在里面 使用带线 电梯上 上去以下的功能 然后 我们第二块呢 就是我们的 嗯 主机单 主机单 我们从最开始的 iPhone 到现在的 我们Android 然后 这边再继续 我们的 aft 插件 目前我们从 aft 在2010 2011 一直到2012 我们就有 aft 插件 大家可以通过 这样一个插件 实现 从 aft 和 aft 这样一个 移送 对接 然后首先开始我们讲一下我们的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带线文件承取功能 嗯 有很多样子在网上 会提到 不然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呢 即使是带 带线承取的 那么 安全性 能不能得到保证 那么我 要给大家 嗯 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 所有的 aft ms的主要功能 以及它的 承取 不是全部是 亚马逊 云际上的 平台 所以 我们所谓的安全 呃 规则 就是 亚马逊 呃 商业 云际上之外的一些 安全规则 同时我们在 文件 传输过程当中 或者是 在我们 实际 传递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使用 hpts 也就是 hs 还要很张力的 便宜 所以说 他是 呃 大家可以放行使用 就是说 评规里面 如果是 故意的 比如说我要去 给你实验 简易这样子的 那有可能 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 一般的 正常使用 绝对不会有 安全性的问题 那么 文件层主 首先我们进入到 而且旁边的实验名 也说 大家 只要点击一下 我们看上面一个按钮 上载的一个按钮 就是上台 然后 我们看 上下的我们的 图器 上台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旁边 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大家可以 把它 比如说 我们文件可以 以不同的 课式 比如说 2010 2007 甚至是下载成为 图件 或者是 DXS格式 都可以 然后我们 我们上台的图器 以后 我们 最方便的一些图器 就是可以 如果 查詢 也就是说 我们 只要介入文件 我们就可以 非常快速的 在我们的图器当中 查找到 您所需要的图器 我们 看一下视频 现在是我们 进入到 卡片式页面 以后 点开我们文件 管理页面 然后我们 写着一个图器 然后可以打开 然后接下来我们 当图器 上台的图器以后 我们 比如说 要想 给 客户发射 或者是 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或者说 自己的同事 想要共享一下 这时候 我们就 要用到 文件 共享功能 这个功能 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 进入到 文件 所以 编辑器 页面以后 点一下右下角的 这个共享 按钮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 通过输入 我们对方的 游件地址 就可以把 通过输入 方便的 共享给对方 我们还是 看一下视频 我们看到 刚才 点击一下 共享按钮 然后 现在输入 游件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在 下面 进入一些 我们要 讲 和对方 讲的一些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 还有一个 这个屏幕 上一个设计权限 我们可以把 屏幕设计权 比如说 或者是 呃 你能够下载 但是不能兼须 这样的 不同的权限 这样的 呃 实现对屏幕的 不同 体制的控制 当我们 图体 共享的用户以后 如果我们两个用户 同时打开 共享的一张 服务的时候 呃 就会进入到 其实学座的状态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 有一个 绿色的变方图形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到 有两个 人同时在两排 不同的电脑上 打开的 同一张图体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他们 被图体的 操作都是 同时同时的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人 把 一个 图体 把它选择了 然后移动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 马上进去 另外一个 屏幕看到 这边 主要 对方的主要 在移动 然后 当他结束那边 以后 我们在屏幕上 马上可以看到 这边是屏幕移 移到另外一个 地方去 当我们 在比如说 不同的时间 呃 上传不同的版本的 这个时候 我在几个不同的 在不同的地方 呃 编辑的 同一张图体 或者是 他们 曾经 看 一起结束过 同一张图体 这个时候我们都会 有一个 叫做 时间图体 节点的这样一个 版本产生 那我们 只要 点击一下 这个时间图体的节点 我们就可以 打开你 想看到的 不同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 屏幕上 有一个 绿色的节点 在 节点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细细 上面写的 一天三个人 就是为 什么人 什么人 也就是说 这份我们 在同时 兼聚同一张图体的时候 他们 存在一个 会议制度 在制度里面 可以进入 你 从事学术的成天 还有你参加的人 以及你 做的一些 更新 比如说 我们 点击一下 这个节点 我们就可以 打开这个节点的 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以后 在这个的印象方 就可以看到 你当时 参加图体的时候 做了一些更改 比如说 我们这张图体有 四个 拖欠体 有四个改变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 嗯 往前往后 这样一个按钮来 寻找 当时做的 不同的改变 我们可以看到 当 嗯 点击到 不同的面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比如说当时做的 改变的年轻 然后接下来 就是 我们 因为有 从奥特尔 奥特尔上面的 然后到 我们奥特尔面市的网络单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插件 前面已经插了 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 我们可以 从我们桌面板 桌面板 到我们的网络单 对 一个形式重置 当我们在客厅上 比如说 选择我们 形式 重复的这样一个按钮 把它更显上的话 如果我们 在图表里 更多的改变 它都可以 把我们的改变内容 形式 给它保存在我们的图表上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 中国带线 打开这一个按钮 在奥特尔 桌面板 打开一张图表 在图表里打开以后 比如说 我在桌面板做一些展验 把这张图表 编辑一下 然后我们在 点击一下 好了 它有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 页面板 在网页板 这个程度 就重新 带入一起 或者把 刚才我们所做的一些真心 给它平时的 显示出来 在页面板 但是我们在 页面板 按照 有些插件也是 我们可以 比如说 通过我们的 呃 时间 时间图 上一个 菜单可以看到 我们的文件的不同的时间图 我们还可以 一个共享 出去 我们现在看到了 是的 一个共享 对话方 在这个地方方里 和那个网页上面的共享是一样的 只要输入我们 就要了一定地址 然后 比如说这些都不同的前线 就对吧 嗯 通过我们的高面板 互相对 全面部 通过我们的插件呢 我们还可以出现 比如说 嗯 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这个商品就是我们在 嗯 网页上面打开的 嗯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 这个商品就是我们在 嗯 网页上面打开的 嗯 嗯 接下来 我给大家 讲一下我们 今年发布的 很多语言 其实 最开始我们 在那边 在发布的程度是只有英文的 然后 因为我们 咱们在 全世界不同的地区 都有很多用户 比如说我们 目前用的最多的 有美国 意大利 很多 加我们 针对用户的 对这种肯定化的需求 我们 呃 提供了多语言的支持 目前我们 已经支持了九种语言 包括 包括我们的全体这种在内 大家看到 就是 我们 这语言发布的时候 做了一个 宣传片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第一个 嗯 我们支持最大的语 呃 在 我们iPad 那个 呃 iPhone主机上 我们应该只要 法理的 继续声音 改成 比如说你 具体工具的语言 比如说我们 改成中文的话 那么我们 进入 二岁旁边使用的语言 我们马上 就可以 显示了使用中文的介练 然后 在我们 网 网位的呢 我们只要 选择 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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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 点击一下 那我应该马上就会 发生成你 选择的这种语言 然后 接下来我讲 我们 最有确实的一块 就是我们的手机 进入 呃 我们只要 在阿塞上点击这个图标的话 点击这个图标的话 我们可以 看到 就 呃 阿塞南大师 把文件 管理这样的内容给打开了 这打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有 比如说文件管理器 这样的按钮 啊 还有我们的帮助 呃 打开 打开这个文件管理器以后 我们只要点击一下 我们的文件链 可以马上 把图标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再上 使用编辑这样 呃 我们接下来看到 我们iPod iPod iPad上 因为iPad 呃 比iPod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 这些面图就比较清楚 我们首先打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 编辑的按钮 点点击一下 这个编辑的按钮 可以 然后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面面 面板 弹出来 我们目前是一些简单的 比如说 啊 画图段线 画直线 啊 这样子 就是我们还可以用 用测量面量和文件面量 然后如果我们 再点击第二个 比如说我们的标注按钮的话 或者上面有些简单的 标注的面点 比如说可以自己 画一些底线 啊 或者是画一些 自由线这样子 然后 在 在我们 OK版本室 1.1版本的输出 也是第二个版本的输出 我们推出了 就是手机的零线打开 就是 通过游线上传出版 比如说我们 看到 大家进入到 2.1版本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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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下 在我们的屏幕上方 有一些比如说 旁路的 这样的一个图标 这个图标表 这个图标表 这个图标已经下载到本地 然后我们 可以 对本地 比如说 我们重处的 呃 这样大小空间这样的一些 设置 甚至可以删除 我们重处的本地 我们重处只要 下载到本地以后 当我们没有我们线化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打开 然后 在我们手机上 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一键 然后点击一下 比如说我们上传到 周围世界上传 在DWGFF文件的时候 我们然后选择 比如说我们 在DWGFB中 就是DWGFF 就是DWGFF 就是DWGFF的打开 然后点击一下 通知机打开 那么我们看看 员 的 操作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APP上点击一下 DWGFF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 文件管理的页面 然后我们查到 而需要的 其他就是 可以随便上翻下翻 我们可以从方便的 就是我们需要的 然后点击一下 马上就可以把图片在编辑器打开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图片触摸来放大和小 然后当我们写这一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 我们甚至可以用 我们也帮助面领来对它做一些标注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云 云性的面领来放一段一个图片 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国手机上把图片共享给其他人 比如说这是一个共享的一个财单 我们可以在输入它的邮件订阅 然后就简单的 点击一下我们的工厂 明明就给通过手机 通过手机 或者是我们iPad 这样的一步端来把同学给其他的用途 目前只要是Android的2.1上的版本的手机 我们都可以 手机或者是找半边的 我们都可以 使用Android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Android的主机上 除了在iPad的平台 我们还可以看到iPad上一样 我们准备文件进行一些 简单的标注和一些简单的编辑 目前 然后 通过我们和iPad上一样的这些功能参见 和别人共享 以及我们同时协助 这样的话 我们真正的实现了 大平台 比如说不管你是在什么平台上 不管是你在桌面上也好 在iPad上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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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同时协助和联统一起编辑 结合一个扶椅 结合一个扶椅 结合一张扶椅 你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在家里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你明显的扶椅 你把扶椅 添辑一下 等到你带性的扶椅 然后你再把扶椅 给它上半边的服务器 和 完全服务器里面的扶椅 时间 同步 再浏导一下 这是安卓组织 我们看到它 上面 说在iPad上 是一样的一些电波功能 你说 她们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屏幕上是两个人 两个不同的人拿着有这种型号的 然后在屏幕右边呢是一个一个iPhone 然后左边呢是一个安卓 我们可以看到 当左边的人在画一个文字的时候 然后右边的人他的屏幕上同时 同时手画的这个零件 这样就出现了 通过手机平台之间的一个协作 目前 我们安卓的机关是2.5以上的比如说我们的 手机 还有我们比如说目前已经发布的一件 就是他担心的国内卡这样子的 打算电脑还有一些比如说 摩托罗拉的打算电脑我们 都可以 使用二岁答编室运用 今天我主要是最后的介绍是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 希望对二岁答编室做记录的了解 我建议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 二岁答编室的英文博客 或者是大家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博客 因为我们 目前 中文博客 实际上说英文博客的 程度很更新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